在美国方面启动对俄罗斯新一轮经济制裁后,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,8月10日警告美国,美国计划于今年8月就前俄罗斯,间谍,在英国中毒事件,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。 可能会被莫斯科视为打响一场经济战争,这位俄罗斯总理警告说,如果对俄罗斯实施某种形式的银行活动或货币禁令,那将意味着对经济宣战。 我能说的就是,如果他们禁止我们的银行业务,或使用任何货币,我们将会把这种行为视为经济战争,我们将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,经济上,政治上或其他任何方式。 如果需要的话,我们的美国朋友不应该犯错,梅德维杰夫在勘察加半岛旅行时说,早些时候,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俄罗斯,实施新的制裁。 原因是今年3月,俄罗斯,前情报官员,谢尔盖斯克里帕尔,斯巴斯克特,和他的女儿尤利亚,在英国遭遇中毒事件,英国及美国方面认为俄罗斯政府应该为此事负责。 然而,美国或英国尚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此案属实,针对美国的新制裁,俄罗斯外交部表示,他们将出台应对新制裁的措施。 美国宣布的对俄新制裁规定,第一波包括全面禁止向俄出口电子设备和军民两用配套产品,第二波可能包括降级外交关系,禁止俄航公司航班赴美和几乎完全停止美国对俄出口。 美国务院指出,若俄保证未来不再使用化物,可避免第二波制裁。 此外,美国国会8月初收到规定,一揽子反俄措施的法案,其中包括针对俄新的国家债务和国家银行的制裁,针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。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,俄方将研究新的措施以回应美国制裁,回应措施将是对等的。 分析人士分析了美国反俄制裁可能对外国投资者对卢布的影响。 俄罗斯金融分析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,实解释了这些措施,将如何影响俄罗斯经济、新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的主权债务、经济和能源部门。 这项制裁议案的发起人之一,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早些,时候把这项两党倡议,称为惩罚俄罗斯的地域制裁法案。 民主党参议员鲍博梅内德斯则声称,该法案是向克里姆联工施加压力的下一步。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HSP副教授安德烈贝斯云Andreif Zian表示,毫无疑问,这将对俄罗斯经济产生负面影响。 首先,俄罗斯政府债券价格会下跌,卢布需求会下降,通胀会上升,这意味着打击可能是痛苦的。 但它不会摧毁俄罗斯经济,不会有大灾难。 安德烈贝斯云·费斯云表示,华盛顿的言论表明,俄罗斯和美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冷战时期,尤其是在经济方面。 费斯云回忆到,面对西方的遏制,有的国家开始稳步发展,最后成功地克服了制裁,甚至变得更加强大。 可以这么说,俄罗斯正走着同样的道路,转载必须注明出处,否则追究法律责任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